好了,你现在在听的是《神汪第一线》 希望大家帮忙点赞、订阅和分享 看看你的订阅状况 《模仿编辑部正向部沙冷器》 以及主持人的个人频道 希望大家也订阅 也希望大家可以帮帮忙 把直播节目和节目分享出去 多谢大家的支持 来讲讲封面的话题 雷蒙多去了菲律宾 这个阿姐在菲律宾 这个阿姐在菲律宾有很多东西 他就说会投资10亿美金 就在菲律宾 就帮菲律宾搞晶圆厂 其实10亿美金可以搞晶圆厂呢? 其实我是很有怀疑的 其实就是 他的代表团 雷蒙多的代表团 里面有其他人 有KKR 有Asia Pacific 有Visa 有联合航空 有Google 还有其他 22间公司 好像微软也有 还有其他公司的高层人员 雷蒙多说在菲律宾的投资会有很多范畴 太阳能 电动车 数字化 那些 有一件事是很有趣的 就是联合航空计划 今年7月31日 开始在东京的成田机场 飞去菲律宾缩的新航班 现在 美国在第一岛链上 加强他们的盟友之间的合作 雷蒙多也有提到一件事 就是说 现在 大件事 现在美国的晶片供应链 太过集中在台湾地区和韩国 现在要打散这个供应链 他之后会去泰国 他会在泰国搞半导体 现在在菲律宾他就一定会搞的 美国就要帮菲律宾 将他们做晶片的设施增加一倍 菲律宾做很少晶片的 当然是 你增加一倍 是不是真的可以 也可能是可以的 还有 雷蒙多 他鼓励第一岛链的所有国家 都是做晶片 其实是 因为现在 这个晶片大部分在哪里做呢 就是韩国和台湾地区 中国大陆也做很多的 其实中国大陆也做很多晶片 就是一些比较常规的晶片 不是最高端的常规晶片 很多都是在大陆做的 CM James Ho 说 说就容易 菲律宾电都不够 电压非常不稳定 码头基建差 搞定那些东西之港 他们有办法的 他们有办法 那 輝日人类命共同体 就说 比迪的士好事 现在丰田的士大部分已经残疚不堪 零件循环再用 造成安全隐患 没办法 尤其是金峰的士 舊的 Crown Comfort 那些很多年了 香港的士 会这么便宜 就是 那些的士 走很多公里 其实 第一 车是很舊的 但是我们照样走的 现在是否正在换 香港的的士都正在换 相信大家都见过 新版的的士 那 那 换比亚迪行不行 其实电动车 永远都有一个问题 就是 中间一定要找地方充电 譬如做完一间之后 你一定要充电 充电 要找地方 那香港有没有地方充电呢 如果政府不帮忙 做的话 就做不到 因为在深圳的士公司 深圳的士公司 就有个地 那些的士司机 全部都返回 交更的时候 就返回的士充电 那些的士司机 就去吃饭 那样的 他们是这样搞的 但是 香港是否搞得到 我认为不行 我觉得 其实 在香港在电动的士 很难做 我回应一下你们的话题 Roy Chan就说 做非从政人员 就多谢蒙姑 有很多游水 那当然有很多游水 美国肯定会给一些游水 菲律宾的 那现在菲律宾有没有办法 在美国拌游水 我也认为有 那 雷蒙多说 这样做不是因为地缘政治 他就说 你先不要说地缘政治 记住 现在问题就是 在这种集中程度 就好像 你把所有的鸡蛋 放在一个篮子里面 那为什么我们 允许自己在一两个国家 买这么多的晶片 那是不行的 所以这个供应链 一定要多元化 这样多元化的话 一定是打残 什么呢 就是 就是台湾地区 以及韩国 就是要有另外的地方 可以生产精片 那当然日本人 现在都在搞 日本人 现在 在北海 又搞 在九州 又搞 在红本 又搞 在日本搞 他们有优点 那些光刻胶 也是在日本生产的 那些光刻胶 也是在日本生产的 他们也有机会的 那 好了 那现在看到 其实 当然我觉得 是 就是 美国这个计划 有没有可能成功呢 我觉得是很难的 其实是 但是 现在 美国这样做的时候 是 令到那些做晶片的企业 都可以取得到钱的 就是 我举个例子 就是台积电 台积电呢 他 在美国那里又拿 50亿美金的资助 所以 现在很多东西都会有好处的 那 当然 现在 做晶片的 设施 会放一些在印度 放一些在北美 放一些在东南亚地区 那 菲律宾他本身 其实有13个半导体 组装测试 和封装的设施 那 雷蒙多 他就说 要搞到这个数据变26 最少 就是多一倍 那 雷蒙多当然 他 也说了一件事 就是 美国是要 压制 中国科技的进步 他差不多是说明了 他没有完全说这些 但是 我认为他是有说的 他是要压制中国科技的进步 那美国有没有办法压制中国科技的进步 我很坦白说 这个其实我认为是不可能的 中国科技不会因为美国压制 就进步不了 不是这样的 反而在美国压制之下 中国科技 我认为 是会进步得更加快 因为有大量的钱会扔下去 其实就是 那 Camp St.Lo就说 菲律宾搞工业真的不行 贪污太厉害 我朋友最近都回来香港 他说自从小马可思上场之后 就更加差 就是跟他老爸洗白 很多人都觉得 回复他老爸的时代很悲观 那 现在的情况 应该也有可能回复马可思时代 因为马可思时代 其实就是吃很多美国的补贴水 就是菲律宾 但是你说马可思时代是不是 真的超级差 对于做生意的人来说不是 对一般人来说 当然是不好的 当然是 但是对做大生意的人来说 可以上下其手 有什么不好的 现实就是 你对做大生意的人来说 做既得利益者阶层的 如果这个社会是压榨中下层的 有什么所谓? 对他们来说是没有所谓的 如果是 在一个社会是压榨中下层的 对上层的人来说是好事 是好事来的 你现在犯了23条 那今晚我就会讲一下 不同阶层的仇恨 挑起不同的煽动仇恨 那些 我会讲一下 今晚23条 其实里面有些东西 我觉得很奇怪 现在用字的字眼 其实是要修正的 有些人说 你建议这些东西 就是捉字塞 法律上 就是要斟着一些字眼 而且你要评估一下 究竟那条法律是这样写的 你误墮法网的风险是有多大 每个人都会计算这些数 其实 你不要跟我说 我不会计算这些数 每个人都会计算的 譬如你 澳洲那些法律 写到 跟外国机构接触 很危险的 反干预法 可以抓你 拿去坐两年牢 那你在澳洲 会不会去跟 乔武办的人吃饭呢? 我也会打个问号 为什么呢? 因为乔武办的人 他是统战部的 他挂另外一个牌子 就是统战部的 那用澳洲的法律去写 你跟统战部的人吃饭 你也可能会出事 那你会不会跟他们吃饭呢? 有些事情你也要自己 衡量一下风险 对不对? 好了 那么 香港藝民就说 美丽国不是真的要打散晶片供应链 其实他们是 我也要说 他们真的要打散晶片供应链 他们不会让台湾地区自己做完 就是在台湾那里 你说会不会再有新的晶圆厂 可能都没有 他们现在在做一件事 就是逼台积电 刚才我们之前的节目也有说 力积电 就是去帮美国的盟友 做晶片的设施 其实昨天的节目也有说 好像力积电 如果你有听 如果应该是晚上的节目也有说 我忘记了 是不是? 不过不要紧了 总之 你听回这些旧节目就知道了 他们真的要打散供应链 如果不是 不是 只是说 组成强大的势力 成为不可抗 力量迫使各国的威心 就是有更多盟友 其实他不是 他是重新分配过某些利益 就是 美国现在正在做的事情 他是重新分配过某些利益 但是 他又有一套手段 譬如他叫你台积电 你要打散你的生产基地 他是用金钱利用他 去打散生产基地 而台积电 他也要分散投资 其实 作为 一家公司来说 台积电上面那些是美国人 基本上是 虽然他的名字叫台积电 他们那些人全部都是美籍的 还有 其实台湾地区 社会结构就是这样的 基层的人 当然是 只有中华民国 引号国籍 只有中华民国 不会有其他国籍的了 中层的人 有很多 都有送子女去移民的做法 上层的人 基本上全部都是美国籍的 中层的人 就多样化国籍 除了台湾地方的国籍之外 还有其他国籍 台湾地区的国籍是 引号中华民国的国籍 一定要说 应该又说我支持台独 不是 而是事实 现在台湾地区是 引号中华民国的控制 是不是 Camp Seng Lo 就说民进党加台积电的电费 已经知道在做什么 其实整件事是为美国利益服务 譬如他们要打散台积电的生产地方 其实就是要强行迫台积电走出去的 他们现在在做的事 所以严格来说真的是打散供应链 但是背后控制的钱到最后 其实是美国控制的 其实美国就是用钱去控制世界的 事实就是 所以这个是金钱游戏 你说我不跟他玩 你不跟他玩 其实就有另一个问题 就是你不跟他玩的话 你是没有钱的 就是问题就会变成这样 如果你好像俄罗斯那些 地大人稀的国家 你不跟他玩的话 就算是OK 但是你人多地又少的地方 你不可能不跟美国佬玩 其实就是 我也说过实情 因为日本人不跟美国佬玩 跟谁玩 没有的 日本人一定要跟美国佬玩的 好了 韩国是不是也要跟美国佬玩 那绝对是的 我也是说过事实 你可能觉得事实很难听 他们是要听美国佬说的 他们出口大部分东西都是去美国的 对不对 Dosa就说 台湾国际称号就是中华台北 加上一个引号就是中华民国 他在说国籍 对不对 Happy Wonder就是台湾都不严重 其实情况就是 他们走出去也不是完全有问题的 因为钱始终都会回到台湾地区 其实 民进党的算盘就是 钱回到台湾地区就可以了 他们有他们的算盘 其他东西他都不管了 坦白说 Sam崔就是唯一的产业 都要帮别国打散 但是问题就是 因为他做半导体 这件事是美国分工给他做的 是分工给他做的 一开始的时候 你就在他的体系里面 台湾地区一直都在美国的工业体系里面 譬如 亚洲四小龙的时候 就是帮美国做的那些电子产品 那些电子厂 做电视机收音机那些 就是台湾地区做的 做电脑零件就是台湾地区做的 因为台湾地区一直都在美国的工业体系里面 就算香港也是 其实亚洲四小龙 其实一直都在美国的体系里面 你不在美国的体系里面 要搵食 其实是有难度的 不是没有难度的 其实香港一直都是吃两边 其实香港厉害的地方 就是一直都吃到两边水 大陆那边也吃到 美国那边也吃到 所以两边都吃到的时候 你就有运行 现在你没办法舔两边了 现在在政治上 其实已经很明显看到一件事情 就是 因为要政治安全 你很难可以舔两边 你要政治上安全的话 你不舔两边 就是要付出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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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oy Chan 说 曾经亚洲最富裕的国家 这个在说菲律宾 变成融工出口大国 不会没有原因 因为还可以廉价请到菲庸 也側面证明这个国家还没办 不是我歧视姐姐 他们也不容易 问题就是菲律宾有一件事 就是他国内的政治是很腐败的 其实一直都没有弄好 他们的贪腐问题其实很严重 我认识一些在菲律宾的工程师 他们说有一个工程师的印 就这样吸引 已经可以生钱了 不用做了 在以待币 图乱地画的那些 你可以吸引进去 他会给你钱 有一个印就可以赚钱了 你想想 有一个印也可以赚钱的地方 有多大事 其实 国内最初改革开放的时候 也是一样的 有一个印就可以赚钱了 其实国内很长时间都是这样的 改革开放初期 起码十年 都是你拿着印的人 可以吸批文 就可以吸钱出来的 但我不是抹黑国内 这是事实 这是每一个国家 发展的时候 都会有这样的情况 你拿着印有权力的人 就可以有钱 但是国内 去到什么时候 真的把这件事处理了很多呢? 习先生上场之后 他反贪 基本上 使得拿着印去赚钱 那些东西 就少了很多 我不是说完全没有 你拿着权力去赚钱 国内不是没有 到现在都有 但是现在是减少了很多 和十几年前是没有得比的 当然 你说 胡温的时候也有反贪 是的 但是 力度真的 令官员真正收敛 是习主席做出来的 这件事情有没有问题 有些人当然是有问题的 本身坐在那里可以收钱的人 当然是不喜欢的 本身可以坐在那里吸引收钱 为什么级友身子这么舒服 你不让我做 为什么你要反贪 一定有仇家 但是 其实我认为中国共产党有一个共识 就是 他们也认知了一件事 就是如果再被人坐在那里吸引 赚钱的话 这个国家就会收皮 就是亡国亡党 所以 才是要反贪 这是一个共识 而被 被习主席 不断连任下去 其实这个就是 我认为 我的看法 不是说习主席一定要武统台湾 现在的传民说一定要武统台湾 我认为不是这样 因为他们知道反贪也要付出代价 其实是 你在国内那种体制 你说可不可以 整个制度化的行常打贪 不是不行 但是要时间 现在还没做到 我也说过事实 你要用个人威望去打贪 再转变做 一个制度行常去打击贪腐 是不容易的 现在是一个进行式 有些人的说法就是 不是啊 现在习主席连任就是因为要收台湾皮 其实香港也有很多人说这些 我的看法就是从来都不是这样 我的看法就是从来都不是这样 Sam Church 说 有知识资格人士很多都是签名吸引 其实不是的 你也要做事的 其实其他地方不是这样的 你坐在那里收钱 通常都是犯法的 我告诉你 别人叫你坐在那里吸引 你收钱什么都不做 其实就是那些图有问题 你就强行开眼门吸引下去 他就是这样的 那么 殉坤就说台积电是代工 要尖端晶片设计 下订单才有工作 越尖端就越高理前 那么台积电是代工 但是他代工也是 一个很高端的代工来的 不是一般人做得到的东西 但是现在就是要打散它 他现在就是 这框冠说 国民党就是太贪 所以这么难翻身 国民党去到台湾 就已经不是太贪了 不过最惨的就是 给民进党 把很多本来是国民党 真的是国民党的党产 都收归国有 其实那些东西根本不是国家的 有很多东西 国民党有很多钱 其实本来不应该是国家的 就是我说过实情 有很多钱是人们把党丢掉了 也有些钱是党丢掉到人 国民党是这样的 但是有些人当然会吃了党产 这些一定会有的 有机会再讲一下国民党的 就是党产的问题 那 赞先生就说 反贪对中央来说 都是盘大生意的 贪多少呢 最后都是共和国父 其实之前就有个说法 就是说 那些贪官 一不够钱 就会找一个来 开他的final 做他 就是 究竟是不是九个人认为不是 是的 当然是要有举报 但是你说 打贪会不会搞到一些无辜的人 其实国内打贪 我也认为是会搞到一些无辜的人 无辜的人也有可能会出事 其实我认为是 近期就有个阿姐 在政府总部附近 正坐示威的 那个阿姐叫徐小兰 那我有机会我也会讲一下他 或者今晚我也会讲一下他的事 我还记得之前 那些人要讲一下 其实我有资料 可以讲长青隧道 为什么货车撞了 要赔两百多万 今晚我也会讲一下他 之前我一直都没有讲 因为我其实不是很了解那件事情 现在了解了 我就告诉大家 究竟 为什么 这样撞一撞 也要赔这么多钱 好了 多谢大家的支持 那今晚呢 可能就是七宗罪 可能就是九宗罪 但是看看怎么安排 因为我其实 这个要弹性才可以 那多谢大家的支持 那 Sandy Wong就说 什么水的徐小兰 我 遲些告诉大家 其实他那件事情 我认为他是冤案来的 他是冤狱来的 但是没有人能帮他 现在 现在只有刘梦雄 为他发声的 那我也会讲一下这件事情 那今晚再见 就是这样 拜拜 拜拜 我们就开始了解 二人 三人 四人 四人 你 对 ein 二人 有 二人 对 我们 的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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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